日本去得多, 买单的手势你又懂不懂呢? 在韩国用餐, 每次都用铁筷子、铁匙羹、铁饭兜, 又为什么呢? 去台湾, 买手信, 当然买凤梨酥, 究竟里面有什么含义呢? 见得多, 识得少, 与你分享旅游冷知识 好, 今晚我们这个旅游节目和大家介绍新加坡 来到这个环节见得多, 识得少, 亦都不能跟大家介绍 现在镜头里面我们见到这个丝头鱼尾像 其实这个丝头鱼尾像, 大家知不知道它英文的名称是什么? 原来当地新加坡人亦都称呼为名lion 如果翻译成为中文一个简称呢 我们叫做鱼尾丝像 其实我们见到这个鱼尾丝像 哇, 都挺大专一个挑素像 高是8.6米, 重有70吨 如果是一只成年的大象来说 一只的重量差不多1吨重 所以现在这个丝头鱼尾像 这个鱼尾丝, 差不多有70只大象 就是站在这个码头边的一个 宾海湾的一个地方 其实说到见得多, 识得少 不知道大家听众, 或者是观众来说 又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鱼尾丝像 为什么成为了这个新加坡的一个标志呢 在这里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典故 话说在这个八百几九百年前 当时在一个地方叫蘇门塔纳 亦都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在印尼西面 一个很大的岛序 有个王国的王子出巡 就来到这个新加坡 今天我们叫新加坡 来到一段时间, 突然见到一只异兽走过 当时这个异兽, 王子一见到一只黑头红身 凶尺掌握白毛这只异兽 他就大声就问, 问隋从 究竟这只异兽是什么来的呢 当时隋从不能怠慢 立刻就说, 冲口而出 报告王子, 这是狮子来的 当时隋从说, 哎呀, 公祖王子非常好运 这么难见到这些异兽都被你看到 当时王子听到之后 就非常高兴, 认为这个地方当然是吉祥之地 这样都被我碰得很棒 所以决定在这个岛座上 建立其中一个城邦 当时也命名了这个城邦 给它了一个名字 就叫了一个什么呢 就叫做Singapora 亦做中文的意思 就是我们叫狮子狮城 简称叫狮城 我相信今天我们的Singapora 这个新加坡 其实相信是来自这个Singapora 的名字 是引申出来的 在1964年 一位新加坡的挑素家 就利用了这段历史的传说 就塑造了这个 是丝头和鱼尾像 就出来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希望代表到我们这个新加坡 到其时 大家要拍摄这个鱼尾斯像的时候 不要只拍摄它有点噴水 不妨细心去欣赏一下 它整个挑素像 坐着那块来说 其实不简单的 是总共用了2000多块 来自中国湖南省的陶瓷片 是双切而成 非常精工精济而成 造成一个波浪 就托着这个鱼尾斯像 非常漂亮 说到这个鱼尾斯像 就不得不说 有一件事挺有趣的 就是在2009年2月28日 当时新加坡全天下着大雨 下过不停 近黄昏那段时间 谁不知就行雷闪电 就在那段时间一刻 一个大雷 砍下这个丝头鱼尾像 哇 那很多人都说 死了 闭交货了 这么不容易被雷砍 但当时也有人说 不是的 可能我们有些灾难 但现在我们这个鱼尾斯像 就帮我们新加坡人 硬吃了一些东西 就保护了我们新加坡人 所以来说 就传出佳话 所以今天大家去到新加坡 记住跟这个鱼尾斯像拍下 未跟这个鱼尾斯像拍下 回到香港 不要再说过去过新加坡 放假去哪里 还有很多好介绍 刚才只是节目一部分 还想听更多节目内容的话 即刻登入 www.opentour.com.hk 接下来放假去哪里 重溫整个节目内容 听完节目 飞来放假立即上去旅行 啊